我們來掌聲歡迎我們的賴院長 歡迎院長 好的 歡迎賴民院記者掌聲好不好 謝謝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雙十國慶 首先我代表行政院 恭祝我們的國家國泰民安風調雨順 在蔡英文總統的帶領之下 國政推動順利 改革成功 世榮工商繁榮發展 國人安居樂業 好不好 好 為了讓台灣一起更好 去年520之後 蔡英文總統就展現高度的決心 除了穩定兩岸的和平發展 各項改革工作不畏艱難一一的推動 其實改革已經獲製了相當的成果 也打下了台灣下一個階段發展的基礎 上個月8號 清德嫌總統之命 就任行政院院長 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平清計 清德率領的行政院團隊 希望以加薪公務人員3% 帶動私人企業的加薪 第二 能夠稅負公平 降低薪水階級的家庭負擔 並且合理我們的稅負制度 第三 排除投資障礙 調整一例一休 第四 並且鬆綁經濟發展的法令 第五 落實前瞻基礎建設 第六 落實我們的5加2產業創新 希望台灣的經濟可以持續推動 持續發展 為了台灣能夠更好 清德在此恳請海面外的同胞 一起支持台灣 投資台灣 我相信只要我們團結 台灣一定可以越來越好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合家幸福美滿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院長 謝謝 我們可以期許 當然我們的院長有徐々多種規劃 也用力的在拼經濟 真的是非常感謝 辛苦了